8月2日,胡歌方委托律师就商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使用胡歌姓名及肖像仪式发声明维权 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,并表示,几方已交由律师处理此事 声明中表示,有商家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使用胡歌的姓名肖像进行商业宣传 此行为已构成对胡歌的姓名权肖像权的侵犯 胡歌方要求相关人员立即停止侵权行为,并删除所有的侵权图文 并保留几方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的权利